大家好,这里是芒果DB的第五讲,更新初体验 还是初体验,更新,芒果DB更新的功能也实在是太丰富了 我们这个一讲也讲不过来,先大致体验一下 那还是从我们的文字界面开始用起 那同学说,你怎么老用文字界面啊 这怎么说呢,第一个呢,它好用 所以芒果DB的功能都能用到 第二呢,我们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啊 这个server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往往是在远程的机房 那我们呢,很多时候没得选择 我们一定要使用这种文字界面的这个SSH 连上去之后,然后使用这种文字界面来操作数据库 当然芒果DB是提供不少图形界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下载自己玩一玩 好,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数据 因为更新嘛,都是对EU数据的更新 看一下,还有昨天的六条数据 这是张三李斯王,小牛,小马,小猪 那我们更新啊,很少会对里面所有数据一起进行更新 对不对,我们使用update的时候呢,就需要传多个参数 第一个是查询的条件 你要更新哪条记录 第二个参数才是你要怎么更新 那我们先来更新一下玩二吧 一般我们都是从ID来更新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更新它 那怎么更新呢 那我们先来个最基本的 就是用3,$f,加个3 然后呢,我们划过号 划过号里边呢,加上你想要修改的值 我们把玩二的年龄 有22岁修改成30岁 可以改多个值的 同时,GPA改到3.3 原来它是3.68 那我们看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一条记录被match,一条记录被修改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 那发现啊,它年龄里变散热碎了 TPA也被改掉了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啊,我们是 其实是不针对具体值的 我们只想让它加个1 就像我们Java,C++里 不会有什么I++之类的这个用法 那用什么呢 用这个increase 这个做个接触器什么挺好用的 对不对 我不用管现在多少值 我就给你加个1就了事了 那么加个3吧 其实你可以加1 但你可以加任何你想要的数值 甚至是负数 好,有一条被改了 它应该现在改成35 其实你这里要加个-5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的效果 它变成25岁 现在我们这是正5 那我们看看什么效果 它就变成了35岁 再选一个特殊的 我们可以这个max 就是说比大小 它如果比你现有值大呢 我就更新 如果是没有你现有值大呢 我就不更新 就等于说你这个新的值啊 跟这个现有值做一个比较 谁大就放水 那现在我说28 它现在是35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其实看这个结构我们就知道了 它一条纪录被match 但是没有数据被修改 因为28没有35大 那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现在改成38 它就好了 就修改了 看一下 它的年龄就变成了38了 这个其实也挺有用的 就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比如说你设计一个游戏 你的分数比如打得特别高破纪录了 那就更新一下 如果没有游戏分数高 那我就不更新 那我这个就这么一写 对吧 application那边就少操心了 那还有一个啊 就是 其实就跟max一样 它这个找最小的 如果比较大就不更新 小就更新 这个就没更新 改成28 就更新了 看一下 现在就变成28岁了 那还可以说呢 翻个倍 翻倍怎么翻 multiply 这年28太过分了 翻个 翻个两倍吧 看看 它的年龄呢 就变成56岁了 这个功能都 其实那个还是Dollar for set的功能是最常用的 就是你往里面改变值 然后其他的功能作为一个辅助 针对某些特殊的情况 您可以用 那现在我们学一个特殊的 我们想把 网二同学的这个学校信息给删掉 不是更新 我要删掉 因为它可能毕业了 它不是在隶属于 任何一个学校了 怎么办 那我们用完三 把它干掉 后面你可以接十边解 我原来接个1 或者接个处都可以 我们看看现在玩得变成什么样子了 好 反而name 年龄在 GP也在 学校就完全没有了 这功能 蛮蛮有用的 其实 所以我们就是想把一个 一个key value 这个pile给删掉 就可以直接这样来 那现在我想试一下这个 批量更新 咱们这样 就过年了 大家全都长了一岁 怎么办 所有同学 年纪 年纪 长了一岁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怎么发现啊 这结果就不对了 只有一条记录被修改 可是我们数据库里应该是有六条的 对不对 我们实际看一下 也只有张三同学的年纪 第一条记录 他由19岁 找到了20岁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怎么办 其实这是芒果DP的一个特性 他默认的是更新一条记录 这出于性能来考虑的 他找到了这条记录 他就跳出了 他不会继续再找 如果说你知道 我是要更新多条的话 那我怎么办 我加一个multi等于true 就好了 他说 就等于说你找到一条更新好 再继续找 直到找完为止 看 就更新了六条 对不对 看一下 大家所有的这个年纪啊 都增长了一 他有一个问题 我们小猪同学 原来没有年的这个字端 那他也长一 他也不会出错 他就会把它从零 变成因为零是默认值 对吧 零作为默认值 然后长一 他变成一岁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这可能会造成你里边数据的混乱 或者是这个数据 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值 是increase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就我们这一讲最后一部分 我们来讲 芒果DB 比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在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很有特色 我觉得 现在这些那些普遍 no circle 很多关系数据库都有这些功能了 就说我们的Opset 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 你找 如果说 有 我 我就 更新 如果没有 我就新建一条纪录 这个我们现在中有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 比如说话题 你在微博里 你发一个话题 警号AA 他就会看吧 如果你有AA了 他就使用这个AA 把你的铁子加进去 如果没有AA 才帮你创建一个AA 对不对 那比如说现在 我们针对一个学生 Mac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我想更新他 年龄我想他年龄 涨一岁 那怎么办呢 就第三个材数 Opset 等于处 就说呢 有 我就更新 没有我就插入 那我还得补充一些数据 因为他是个新学生嘛 不能就这么点数据 那我可以这样 set on insert 这个等于说默认值 如果说你是条新数据的话 我给你一些什么值 比如说我可以给他一个school 那school里边呢 比如说name 就是一个newschool好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会发生一个 什么现象 回撤 大家可以看到 他没有数据被match 于是呢 他就upset了一条 这是1 然后他会把这个新数据的ID给你 这个很贴心 看一下 于是呢就会发现 我们新建了一条数据叫mac 他年龄是1 因为 刚才我是那个increased 一下嘛 他觉得没有年 然后就把我这个school给加进去了 那我们再来一遍 这时候已经有mac了 他suppose应该更新它 对不对 他就不该插入了 那其实这个set on insert 这个这个字段就失效了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把这个变成2 看看他有什么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返回结果题都不一样 他match了一条 modify了一条 upset了是0 就对了 对不对 看看结果 那我们看看啊 哎 他年龄增长了 对吧 然后也没有新的数据被加进来 还是这几个人加mac 然后他的school 也没有变化 因为我这里不是写了一个school2吗 因为这只是set on insert 他如果是插入的时候 我才做这个事 如果不是插入 只是更新的话 这个数据就不会被用到 不会更新的document 这个功能其实是蛮有用的 很多开发框架 他也会给你提供一个upset 的一个方法 让你直接来使用 帮助你可以做这种更新 或者插入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今天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 给大家呢也布置一个小作业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这个set 还有nset min max 还有multiply 这几个东西 都用一下 试验一下 然后呢 再把我们这个absor 也能够亲自来尝试一下 用于这个你不动手啊 还是有时候体会不了它完全的奥妙 好 谢谢大家就到这里